大家好,我是庄浩文 今天我来到东风街60号 发现一栋非常精美的建筑 我们从它的外观可以看到 它中间的位置是两颗 埃奥尼柱 旁边都是 多利克的柱石 我们看一下它的 告示牌上写的是 原苏联侨民住宅 建造于1940年 折中主义建筑风格 外观上还有一些巴洛克式的 建筑细节 这门口这个铁翼的小牌 不知道是不是80年前 看起来挺精美的 我们进到楼道里面去看一看 现在这栋建筑 是哈尔滨三类保护建筑 我打听了一下 这种房子 房主都是有产权的 是可以放在市场上去交易的 但是老建筑的房子 是由房主自己定价 我们没有办法去评估它的价格 我在周边的房价上大概搜了一下 大概这边的房价的均价 就是在1万左右 1万到9600之间 毕竟喜欢这种老建筑的人还是少 因为它很难做到有集中的供暖 上下水都齐全的这样 所以它住起来并不是很方便 但有价格也很少会有人 因为情怀而去入手这种房子 虽然说我们看起来 它外观比较精美 实际上我们来住的话 这里面的采光和便利条件 都不是特别好 今天是路过这里 明天的话早上 我去拍一栋非常著名的建筑 明天见